其实现在主流的田海物料有四种 有海沙、河沙 有些可能是国内泥,有些可能是海外泥 第二可能是机沙、机制沙 当然机制沙对环境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开山砍石,弄烂石做沙粉 最后一样就是堕胜废料 香港很多,sir Gordon 刚才也有提过 其实田海和造地是一样 一定要多管齐下 我们不可能依赖任何一个田海物料 但是机场三跑,600多公顷 用了大概6000至8000万立方的沙 明天大雨,如果是1000公顷或1700公顷 用的沙可能需要2亿立方的沙